这一段的大义 我今行菩萨道士 以法无上菩提之心 愿臣福 愿一切如福 故千秋世尊为我广说尽法 我当奉行如法修行 愿永离一切勤苦生死之本 该生死其苦 幼无休息 故愿勤苦 这个事情你要真正想通了 你就晓得多可怜 为什么呢 这你死了 过几天又投胎了 你又出生了 生了又要死 死了又要生 这样子生死死生 永远不断 你说多可怜 没完没了啊 而且 每一个众生 什么生都受过 你过去在天上 可能做过天王啊 你忘掉了 你可能也做过龙王啊 也可能做过鬼王啊 天上人间阿比地狱 哪里都去夸 只是一头胎 各阴之谜 和旺的干干净净 你要是能修定 得到定功 定里面能发神通 得到 世面通了 你就全晓得了 过去生生世世世 都知道了 用宗教来说吧 你说那个基督教不好 你过去生都是基督教徒 你说回教不好 可能你过去生 在回教里当阿红了 哪一个国家都待过 哪一个族群 你都有份 真正搞清楚 搞明白了 连畜生当过鬼 都晓得全是一家人 跟我们自己关系 是何等的密切 只是这一生当中 投胎的时候 各阴之谜 把过去事情全忘掉了 佛经上讲的没错 一切男子是魔妇 一切女人是魔妇 这个男女包括出身道 包括魔鬼道 包括地狱道 真正看清楚 看明白了 慈悲心才生得出来 了解四十真相 我们生生世世 有这么多的关系 再看出 从大臣教里面 明白了 我们本来是一体 一个自信亲近人民体 并行出无量无边的发解 无量无边的发解 实际上 他有信息的联系 就像电波一样 像网络一样 变法界 虚空界 一切众生 都没有离开这网络 千亿法 而动全身 我们自己一个念头起来的时候 变法界 虚空界 都说到 任何一个众生 连山和大地 都传送信息 法身菩萨 完全明了 受法界 尤其是六道 迷失了四十真相 所以佛在经上讲 情苦 丢到 你干得很勤奋 都造的这些业 业有果报 业因果报 永远相续 没有出头的日子